我學院的醫問阿伯老師 現在大家同學已經有這個結構了 所以對背要留什麼 現在已經是結果 我們一般般都會建議說 你可以調校了 你就留這個五盒子 後面就留一片四盒子 還是五盒子、四盒子 這兩行的交錯來使用 但是很多人是直接留這個四十三盒 就是說他四十三盒是平均肥 就是說他直接留這個平均 我們是希望說他如果是多調校 這個時候他會浪浪旁 所以這邊你用五盒子 淡層比較高 稍微大一盒 再下四盒子 吃比較高 讓他可以開花 一般通常是大概大概是 大概15天 就是說他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 他的開花的一個間隔 差不多這個樣子 這個時間 你就可以 你把他現在調校 調校你就留這個五盒子 現在來 過一星期 又來了這個四盒子 有的是說 這個中間稍微調整一下 反正就沒有什麼 這個也不說 一定因為這個 柴椒 或是台東 他本身 他的這個這個 一種 假肥的需求量很高 假肥的需求量很高 所以因為這個咖肥的需求量很高 所以我們 他要感受以外 這個吃就很重要 所以你可以留這個 很多都是留平均肥 反正他要吃到 大概都是用這種方式 但是最熱血可以 5號4號5號4號 這樣 稍微做一個 做一個 這個變化來調整 這個會比較 更小一點點 所以這通常是 這種的一個 這個得力 那麼 一般如果是 在噴 因為他15天 一頭 10天看運動 10天15天一班 所以他如果來回報的時候 通常我們那時候 要轉一半以後 一順最主要是 他要防止這個氣味 他就跟他一樣 不可以讓我來 那麼 首先先做這個魚 那 你要配合這個時間 來熱這個肥料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你可以先熱5號 讓他稍微大一下 那麼 轉過去更熱4號 讓他 提高 加肥的這個用量 大概是這樣 這個節奏 讓你稍微做個參考 就算節奏 這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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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